好險好險 我們成功逃出來了啦 流豆子你的傷口沒事吧 教授你幹什麼 喔 你剛剛變成猶豫人了 所以我先潑你的熱水讓你變回人類 再潑冷水變回流豆子 這個工作好辛苦喔 歡迎收看做了七八集領域綠眉起色 或者說下一集就要完結了大宇宙象談事 我是剩下兩集出場機會的流豆子 今天的第一個問題是Facebook的玩玩具問到 因為我幾乎沒有帶女生回家過 我爸和親戚們認為我是男同性戀 教授我要怎麼糾正他們這樣的想法呢 對於被人誤會是gay這種問題 教授建議你當著父母的面叫穿 下一個問題是YouTube的星野 問到 想請問教授 假設一個VTuber被粉絲二創畫了一張圖 那麼該VTuber能否不經過二創者同意使用該圖片 若使用後結果二創者不同意使用 請問該怎麼辦 當然不行啊 創作者創作完作品就擁有作品的著作權 雖然因為用了VTuber的版權角色 作意理論上他不能發表更不能商用 但作品的著作權還是他的 不經過他同意 VTuber還是不能使用那張圖 強盾奧恩沒用 改用火攻 流豆子 把這兩禮拜粉絲抖內的東西點燃丟過去吧 蛤?不好吧 人家抖內的耶 沒辦法 這樣下去很危險 寫多的粉絲都是善良可愛的好人 他們一定可以諒解的 接下來問題是YouTube的 HelloNarager問 教授 我突然對自己的外表真的拿不起信心 連自己之前喜歡的Cosplay也停下來 應該怎麼辦才好呢 靠外表建立知情的人生會很痛苦喔 你看這位寫多 講你的衣服讓人看了會想報警 還不是自己滿滿的Cosplay死絲和雷姆 等一下 我好像聽到了很不舒服的東西 欸 狀況危險 接著我要念快一點囉 剩下兩集了 今天我要儘可能多回到幾個 支持到現在的觀眾的問題 YouTube的夢虛無問道 我想請問藍堂教授 從疫情開始到現在 有什麼特別不習慣的地方嗎? 這個嗎? 教授處在的這個世界是沒有疫情的 這樣我沒帶口罩啪啪罩才不會被罵 YouTube的土黃色阿公電吸 請問藍堂教授 我有個親人 在我面前因為我的不注意 替我被車撞死了 那我該怎麼辦? 因為我開車不小心 差點就出車我死了 還好我馬上就原諒我自己啦 YouTube的姜柏佑 阿里漢堂強文 藍堂教授想成為哪個漫威英雄 欸? 還不夠明顯嗎? YouTube的黃凱哲問 請問教授 肉如果果粉或油炸 會跟雞排一樣好吃嗎? 會吧 教授 你幹嘛那種眼神看我 YouTube的漢堡遊戲提問 教授我早上8點 剛吃完早餐 但卻在12點餓了 我是不是得了什麼怪病? 這個不是生病 跟你吃的早餐種類有關 因為大部分早餐不管是奶茶 土是漢堡蛋餅 或者甚至是粥類 都是非常容易消化 非常高GI的東西 吃下去血糖會快速升高 胰島素也會快速分泌 促使血糖乾淨變成脂肪 結果我一下子又餓啦 這也是很多人減肥 減得很痛苦的原因啦 教授教授 這兩個禮拜斗內的東西燒完了啦 阿糟糕 阿糟糕 天啊 我更怕 幹不明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